上海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我居住的浦溪静态已经一个月了 浦东等有些地方时间还有更长 2022年我们错过了整个春天 希望夏天不再错过 互飘已经16年了 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的人们待我很好 所以能在这里成家立业实现梦想 我只是一个守艺人 在这样困难的特殊时期 就用自己的方式来为上海和上海人们祈福吧 点亮这档烛灯 让光明驱散阴霾 共同守护上海 加油